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餐桌上的坚持 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 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 用心守护环境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是麦小田 同志们可以在家里面休息 东莞的车和汇州交接的地方都封起来了 保安过了 中国广东最近掀起新一波疫情 东莞进入封锁状态 不只是广东在亚洲 台湾 印度也爆发疫情 国际研究指出 东亚地区的染疫死亡病例中 大概有27%与空污有关系 为什么空污让疫情升温 出生在工业崛起的婴儿潮世代 又为什么成为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呢 今天我们要请三位医师专家来谈谈 第一位是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的 及重症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许汉水 许教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何文赵教授 何教授您好 您好 第三位是长期推动空污防治的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 叶光鹏医师 理事长您好 各位听众 大家好 许教授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分析发现 今年不到六个月全球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现在其实已经超过2020年全球的数字 188万人了 那国际研究呢 其实已经陆续发现说 空污会提高染疫的风险 我们知道您代理的研究团队 最近发表了相关的研究 您可不可以谈谈您这一次研究的发现呢 COME-19一开始它在北部意大利的地方 它的COME-19的感染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们那时候把空污跟COME-19结合在一起 这次的研究其实主要是针对肺纤维化的病人 是 那我们在肺纤维化的动物实验里面 我们加入了PM2.5 那就是空污里面一个主要的成分 那加进去以后 这些动物它会表现更多的所谓的ACE2 还有TMPRSS2 这些都是过去知道 比较会被COVID-19的病毒给感染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空污在这群病人 或者说在肺纤维化的情况下 的确有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这是不是意味着生活在高空污地区的话 会比较容易成为COVID-19的高风险族群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研究想要强调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可能逼估了空污对我们的肺的影响 因为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如果有肺纤维化的病人 再加上空污 它的表现量会增加 没错 但是没有纤维化的动物 老鼠 它只用空污去刺激的话 并没有很明显的增加 所以如果一个病患 它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有一些共病症 那就会更容易被新冠肺炎感染以后 变得一个比较严重的所谓的重症的发生 何教授 我们知道您带领的研究团队 在国际期刊环境研究发表了最新的报告 到底哪一些空污的物质 它会增加染病还有死亡率 基本上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COVID-19的一个大流行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有说 意大利这个COVID-19的严重致死率 跟空气管的关系需要探讨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做它的激转理论的一个推导 那洪志杰主任发现说 我们空气管有些成分会刺激COVID-19的一个通道 它会刺激ACE2激转 然后中午实验跟领导症这个数据 那它研究意大利的数据 它发现说意大利这两个地方的发生死亡跟致死 是可能由于这个激转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去把他们的空气管 跟他们的每日发生的个案 跟每日死亡个案去做整个分析 做出来结果SO2刺激ACE2的一个通道 然后增加它的感染率 后续再进行一些PN2.5、PN10、NO2分析 基本上PN2.5、PN10好像比较短期的效应 就是比较急性的效应 那发现SO2长期跟短期 都会造成发生跟死亡的影响 那NO2比较长期的部分 那基本上NO2是在环境里面 存留最久的一个污染物 占卜最广 许教授除了发现空气污染 还有染疫之间的关联性 你们也找到了对症下药的方法是吗 对 这中间建设到两个研究 一个是我们过去在2020年的时候 也发表过一篇文章 那时候也是针对 对纤维化的动物实验里面 我们发现这些老鼠的器官里面 我们去分析它里面的所谓的基数 发现其中有一个叫 interleukin-8 那我们中文翻译叫 戒白素8 那它的分明度比较高 那我们就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把interleukin-8的结抗剂 加上去以后 这些老鼠就比较不会产生肺纤维化 恶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由此来探定 这个interleukin-8 跟空污所造成的肺纤维化的恶化 是有关系的 那同样的在这个研究里面 那我们把这群老鼠去用了 解抗剧去治疗 也发现了它可以抑制这个 AC2还有TNPRS2的表现 所以我们由此推断 也许interleukin-8 跟降低COVID-19的感染 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过去其实没有人发现过 何教授我们知道 今年初瑞士空气品质科技公司 他发布了2020年 全球空气品质报告 那这份报告 它是以PM2.5的年均浓度 作为基准 结果发现空气品质 最差的前148名的成员 都在亚太地区 这样看起来亚太地区 相对的在免疫力上面 可能会比其他地区还来得弱 是PM2.5应该跟像抽烟一样 抽烟能够造成的危害 PM2.5大概都可以 基本上这个物质本身 到我们人体的时候 它不只对人体造成慢性发炎 造成ACE2这个通道的打开 它会造成整个 全面性的一个反应的动作 东亚PM2.5的容度比较高 当然风景比较高 其实最近刊登在国际期刊 自然通讯的论文就指出 全球因为PM2.5致死的人数 以中国和印度最多 理事长 这些地方的染疫风险 是不是相对来得高呢 我看很多现在的论文 PM2.5它会增加ACE2的量 又会强化它的表现 侵入以后 它会跟我们的细胞 结合得更紧密 它不是只有隐清兵入关而已 它是理应外合 让病毒在我们身体 更容易繁殖 更容易紧密结合 长驱直入了 对 就长驱直入 所以理事长 国际流行病学的研究 针对空污的物质 跟COVID-19之间的感染风险 有什么发现呢 我想全球一直在探讨 空污跟新冠肺炎的关系 从去年开始 那新冠肺炎跟空污 我看起来目前 全球的回顾是极其相关的 我看美国飞汤医学 它是引用去年的论文 它是认为 长期的暴露在空气污染 它会增加15%新冠死亡率 这是全球来说 那它会增加 中国的27%的死亡 那在美国它是认为 会增加18% 在英国也有14% 所以它认为 空气污染 PN2.5% 这些污染的确是造成 这次死亡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全球的新冠肺炎的死亡 它认为 有15%是化石燃料 引起的空业污染 所造成的 那他们也引用了 哈佛的研究 哈佛的研究是涵盖 美国98%的地区 涵盖3000多个成菌 它发现每增加 一维克立方米的 PN2.5 它会增加 11%的COVID-19的死亡 那另外 它也发现 不是只有PN2.5 氮氧化物 就是交通引起的 也是一样 那美国加州 他们最新的研究 也是在比较 NO2 氮氧化物 它比较恶劣的地区 会增加60%的死亡率 这是针对 移动污染的 交通污染源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从PN2.5 PN10 还有氮氧化物 甚至我看 最新的 耶鲁大学 也发现到 去年 纽约市也是发生 非常严重的疫情 它发现 每增加臭氧 增加1PPV 它会增加 10.43的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那它甚至认为 臭氧 即使低于美国 标准 也是有危害的 李市长 最近亚洲爆发 新一波的新冠疫情 那么从印度 台湾到中国 广东 都出现了 新一波的疫情 那我们知道 这一些地方 也都是属于 高空污的地区 对 在空污比较高的地方 它本来就很容易 因为空气污染 造成我们全身血管的发炎反应 不是只有肺部 也不是只有心脏 脑心肺 肝肾 全身 它可能高血压 可能失智 可能脑中风 慢性阻塞 肺气肿 糖尿病 这些慢性供病的话 它们本身免疫力 就比较弱的话 它可能给 新冠肺炎 这传染性疾病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入侵 可以造成这么大的流行 那我想因为 婴儿潮这一代 大概现在都步入60岁 这一代 它们在婴儿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刚好碰到全世界工业化 那用大量的化石燃料 促成全球的工业化 它们在年轻的时候 暴露在空污 化石燃料 工业污染 还有汽车 这些移动物理造成 它本身就有慢性疾病 那本身免疫 它已经弱的话 加上传染性疾病 所以会造成全球 那么大的疫情爆发 所以理事长 这样听起来 空污某种程度 可以说是新冠疫情的帮凶 我想传染性疾病 跟非传染性疾病 是互为因果 如果你非传染性疾病 没有控制好 传染性疾病很容易 就借着这波的传染性疾病 来让我们身体 受到很大的伤害 不是只有人 是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所以我把这两种 解释成共犯结构 它是狼狈为奸 所以我们看 台湾死了几百人了 大部分都发生在高龄 还有有共病 共病就是有心肺 还有糖尿病这些 我们看这一次 在年轻人发生的时候 很多他不一定有症状 他不一定会死亡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在 有共病 有慢性疾病 甚至高龄者 很容易就诱发死亡 我想这不是只有 台湾 印度 中国看到 我们看整个先进国家 它大概也都是 发生在高龄 还有共病 那新冠肺炎 它很容易就入侵 那入侵以后 它又跟它结合得很紧密 让病毒很容易再繁殖 何教授您的观点呢 这个就可以回归到 我们之前SO2 自己AC2这个基准来讲的话 我们观察 西方国家SO2的曲线 因为它之前刚工业化 它其实SO2是非常高的 所以基本上老年人的SO2 累积负量跟我们年轻人的 累积负量差很多 因为年轻人都是在法规 强制规定之后的一个负负量 那像中国大陆 因为它是开发中国家 它的一个累积负量 老年人跟年轻人 其实差不了多少 理事长我们知道其实印度专家也曾经指出说 长期的空污是造成印度这一次疫情失控的原因之一 您有什么看法 印度我看非常凄惨 它因为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 所以它没有办法遗体能够好好的混化 因为露天的燃烧的话增加空气污染 再加上英关疫情的话 这更使得印度的疫情更难以控制 我看最近的论文2021年在澳洲 他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澳洲它空气全世界算是前几名的 而且澳洲的疫情算是被控制住了 但是他们的论文也在探讨说 我们是不是又借着新冠肺炎 给大家一个好好的省思 是不是我们从政策上要不要来探讨 我们要怎么改善空污 因为从澳洲的森林到 让他们觉得他们不是经济的损失 他们也更容易发生像新冠肺炎这种传染性疾病 许教授您认为印度这一次疫情 是否跟空污也脱不了关系呢 那我想印度科技大学的研究 发现这个空污跟新冠肺炎的发生有关系 那这个跟我们的研究是符合的 所以许教授我想请教您 从这一次疫情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寝思呢 我想空污对人的影响一定是很大 就像抽烟的病人一样 那我们开刀的时候 我们也常看到病患的肺 那抽烟的病人那个肺 基本上几乎都是很黑 所以空污的部分对于疾病的流传 光是在肺的本身 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能够减少空污 我想这个对每一个人健康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理事长所以我们可以说空污重灾区 它可能让人类陷入更致命的公位危机是吗 我想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看美国胸腔医学院 美国心脏医学院 还有澳洲英国一直在讨论 这些新冠肺炎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 我们的决策是不是要把空污也要把它纳进来 那我们不要只在想我们怎么治疗新冠肺炎 如果我们看全球在封城的期间 因为移动污染大量减少 它的NO2下降得非常明显 那工业污染又减少了 那电的需求可能就减少 全球空气污染那就大量减少 表示空气污染它是可以管控的 我们看今年的年初的哈佛研究 全球化石燃料的PM造成全球870万人的死亡 光是PM2.5化石燃料 这个死亡当然比现在新冠肺炎 全球的死亡目前人数还多 但是可能新冠肺炎的死亡是被低估的 所以我们真的必须把空污防治战当作是一种防疫 把它视为是公共卫生的一环 对 所以我们如果加盐全球的各地 各个国家的空气品质标准 那不只可以减少你的非传染性疾病 也可以减少传染性疾病的几率 减少它的死亡它的疾病负担 我刚刚说的传染性疾病跟非传染性疾病 这复为因果 当这些传染性疾病 它即使复原了 即使它的肺部 它的全身也大概受到很大的伤害 如果后面再加上空污的危害 哇 这两个是血上加伤 要降低大流行病的威胁 空污治理这道防线要做好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们下周再会